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是冲垮了当地的机场 那么在台湾掀起什么的内幕 我们看到灾难政治学 谁在发所谓的灾难财 竟然有来自于媒体互打的情形 还有中国的观察者 竟然是在批判中国网 到底为什么打脸的中国网 同样是中国的官媒 好 真的吗 派专车来机场接人吗 来意义问你解析 到底真相是什么 当然谢长廷他真的毫无作为吗 国民党立任党团今天火轰 他到底有没有道理 接下来你来看的是 柯文哲他在过去这段时间 长达有很长的时间 他的支持度几乎是在30% 有没有可能 在最近极有可能首度跌破30% 这个是在他跟丁守中 跟姚文志三个人 可能面临到更进一步的一个黄金交叉吗 有没有可能 尤其在未来一个月 几个关键性能发展 有人说Taka Morishou 华山分尸案 今天我们看到受害者女子的爸爸 在百日前夕 今天控告了柯文哲 另外一个让他Taka Morishou 他即将会来到台湾 就是这位人权记者 这位作家 他曾经在国际媒体当中 公开透过了听证会去告诉大家 他长期所调查的内幕是什么 因为他曾经千里迢迢去访问到 台大的医师柯文哲 那吴祥辉在昨天控告了 柯文哲可能是残害人权罪 Gardman或者是吴祥辉所掌握的事实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好 依依为您解析 当然今天的头条话题当中 看到柯文哲再爆出口了 又是因为吴英灵事件 是怎么听到吴英灵 人就跟他当机这样去当了 这个事情现在无情为止定位说 吴英灵是谁呢 吴英灵是新潮流的打手 吴英灵跟这个派系到底有什么关系 来 邀请到这几位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 国会观察机构的总组姚立明老师 要往啊 继续为您介绍 民进党籍立法官李俊逸大哥 小姐好 大家好 在我的左手边 为您介绍正式台北市政府的顾问 他是有民进党籍的身份 来 欢迎周宜修 大家好 前时报主管总编辑吴郭栋大哥 小姐好 大家好 小伙还有两位关键性人士加入我们讨论 首先听听看 为什么一听到北农总经理吴英灵 那吴英灵最近关心 当然就是市场的改进案 他的改进案当中 花费的金额129亿 柯文哲他属下跟他的报告 是要多达140亿 很显然两个版本 有人说吴英灵版本 市场是北农版本 这是一个政治版本吗 频频过着了结果 柯文哲速度动怒之后呢 今天又飙脏化了 来 看看这个大现场 那你昨天爆出口 要对吴英灵道歉吗 我没有再讲到 不过这样啦 这个其实我发现那口头惨 讲人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不过这样啦 在议会上讲错就讲错 也有人认为说 po 脸书也是一种公开透明 为什么吴英灵不行 不是啦 这个是这样啦 你是体制内的总经理 你不是在 还在搞农运你知道 哪有说 哪有说你在体制内的人跟长官 那沟通是透过 透过这个 透过脸书 这还太奇怪了 难道你上班都跟你 跟你老板用脸书在沟通 可以说计内长 那个也有 多情人跟吴英灵 你一直都有沟通 那是部分事情你有误会吗 没有啦 其实是这样 他讲了意见 后来问公务局 他们有的也有接受嘛 今天原本让我把你搞毛了 所以有预言说 吴英灵要不分区立委 把客人搞毛就可以当不分区立委 这个很奇怪的标准 哇再度又爆出口了 他前两天 妈什么什么的 哇什么什么的 等一下我们再度还原 那我请教师君毅大哥 民进党的县市首长 如果都曾经出现这样的言论 还包括了王擦旦 轻轻破关吗 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吗 来你怎么看 我想不要说民进党会公开谴责 那社会舆论也不会允许 民进党的任何一位县市首长 有这种出口的爆料 那不小心讲出来 或者说这个是他的口头禅 这个我觉得 这个就是他自己要去承担 所有一切的后果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讲到吴英宁 柯文哲就会有这种反应 我今天想谈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事情 政治人物除了有政治语言 有政治技巧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价值 就是他自己的价值 坚持是什么 这个最重要 那2014年我们记得很清楚 柯文哲所以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大家投票 支持他成为台北市长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要打破蓝绿的高墙 我要让公开透明 而且我要让人民参与 可是发现最近的两件事 跟这个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第一个就是北农的事情 北农参与这个 第一国财市场的改建 然后柯文哲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都没有参加会议 然后所有的局部首长也这样讲 然后说他都不懂 那我们看 我去查了所有的资料 在106年的9月22号 吴英宁就亲自参加双手掌会议 并且提出北农的方案 当时台北市政府的决议是什么 决议就是北农的方案跟苏德方案 两个方案同时并进 然后里面的细节我们再行讨论 所以他会议都是有参加的 这两页所有的会议他其实都有参加的 所以当吴英宁有参加这个 然后这个不就是公开透明吗 不就是大家都一同参与吗 而且北农是第一国财市场 最重要的一个实际在执行的人 那为什么一讲到吴英宁 柯文哲就有这种反应 那第二个是大巨蛋的事情 我讲昨天也讨论很多了 大巨蛋的事情就是 在没有公开的情形之下 蔡壁如跟远雄见面 柯文哲跟远雄见面 然后忽然就维护安全的理由 那做了十四项 我想昨天的节目都有很清楚的讨论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没有自己的坚持跟价值 还是因为吴英宁刚好显现出 柯文哲过去所诉求的价值 刚好现在是他的痛处 所以一讲到吴英宁 柯文哲就有很不自然的反应 或者说出口就出来 就是一讲到吴英宁 他讲的就是公开透明 吴英宁的表现其实就是公开透明 就是人民参与 那北农的总经理 不能参与第一国财市场的讨论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表示说柯文哲过去强调的 所谓的公开透明 或是人民参与 这个都不是他的坚持 不是他的理想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 所以柯文哲有没有这个口头禅 柯文哲会不会常常爆出口 这个我不知道 也许余修比较清楚 这我一点都不介意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你政治人物 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如果你四年前诉求大家 也因为这样获得大家的支持 那成为台北市长 结果你现在每一项 都跟这个背道而止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柯文哲你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你还坚不坚持公开透明 你还坚不坚持人民参与 如果你连这两个价值都放弃了 那我们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支持你 好 昨天的公文当中发现呢 柯文哲底下的一级主管里头 全面围剿 原来围剿的结果 根本是底下提供错误的资料 但是错误的资料 身为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你无从判读吗 是你被谋蔽了 还是说这些人 根本是在你意志底下 所做的一个假的一个讯息呢 接下来我们听听看 非常关键性的人物 除了柯文哲之外 我们等一下了 拜坤城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 他手中还有关键性的时间点 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柯文哲要冤枉吴英灵呢 又为什么 一路要锁定吴英灵呢 又为什么 吴英灵在北农 柯文哲容不下他呢 等一下昆城大哥帮我们做解析 但是听听看 台北市副市长陈景峻 在这两天 针对台北市政府 可能会斥资141元 所进行第一果菜市场的批发的改建 他是怎么说的 这个叫重要的规划 内容 没有 他只是齐层做报告 我一下强调 所以不要玩文字游戏 那也不要鱼目粉猪 就觉得说 有问题 就进来 吃这么惨吧 智慧吃大餐好担心 吃吃喝喝不用怕 一家人一生俊 他没有来在外面这样子 来做所谓的 说明也好 报告也好 或者他有自己的看法也好 我觉得都不是 在我们行政体系应有的行为 不要因为一个人 也是政府 或者是中央的 带来很大的麻烦 跟很不好的一个误会 认为说 这有什么样的政治操作 我觉得是不太好 我这也不足取得不应该 来我请教国总大哥 在这一起争议的风暴当中 怎么看身为民进党籍的副市长 陈景俊的角色 我在这里先要劝 柯P市长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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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脾气这么粗暴 显然你问题越来越大 所以你焦虑 你照例 看见什么事情都看不顺眼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 我不知道你有自己有没有检讨过 我们今天把事情回头来整个做一个检验 2014年之前 你以白色的力量 公开强调 透明 然后打破官僚体制 结果这四年来 你不但没有打破 你还维护了这个官僚体制 你自己变成最大的官僚 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表面上我们在看你爆出国骂人 我们只想说哎呦怎么有这样一个首都市长水准这样 但是你已经发现 你自己本身变成一个最大的官僚了 你不但羞辱了所有台北市民 你也侮辱了你市政府的公务人员 所以我只是要举几个例子 给柯P以及你们团队来听听看 为什么事情会演变到这样子 尤其最不应该的就是陈景静 身为民进党籍的一个副市长 以及敞发局局长林仲杰 你怎么会胆大妄为如此的这样维护呢 你对你们市长难道不能建言 不能好好地劝他吗 非要把台北市弄成这样的一个 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首都呢 然后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现在都是豁出去了 什么样的局长可以说谎 十一次人家参加会议 十一次你可以讲没有 出来道歉以后就有啦 好像两三次啦 然后牵到好像一次啦 你这鬼扯嘛 人家记录公开给你看嘛 网络下流传这个十一次的会议 标准是打爆你的头啊 你还配当个敞发局局长吗 这敢假? 是你自己没参加? 还是怎么一回事? 你有没有隐藏 不敢告诉柯文哲说 市长怎么不对啊 人来参加十一次 每一次都谈改建工程 这就是证据啊 你非要人家拿证据 你才能承认错误道歉吗? 那陈景峻你身为北龙的董事长 这个北龙到底经营的好不好 好像跟你没关系 你的政典死命更重要是吗? 我还很奇怪 你在民进党的表演最后是不错的 做个三冬市长 做个立法委员做个行政区秘书长 你现在这个市长 你是什么政典的大利益 他让你台公这样会出来呢? 他回家来看 最近这个演变起来 不是只有他官司缠身 他很多人鼓励 让人们觉得台北市 怕你摸到这段 不是只有你的民调会不会掉下来 让很多有浪贴的人在想说 当初我们卫星的事情会算不中去 不知道他的本质是什么 我给他记住他就好了 怕你他回答吴祥辉告他的这个官司 他的回答是最奇怪 他说他是告我还是告台大医院啊 我是台大医院的医生啊 他讲那个话 人家告你是你在做这件事情 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毁谤你你就告吴祥辉会毁谤 怎么会扯到台大医院 那我们现在就来请教 请问柯P市长 你在接受葛特曼的缓问的时候 是你私人身份 还是说台大医院的身份 跟葛特曼讲的 讲这个里面 这个器官移植都是法轮功啊 这些是代表台大医院还是代表你个人 请你回答一下 第二个 你不是有个器官嵌慕小组 台大医院弃得要是 你是在外面自己的小组 跟台大医院有什么关系呢 你要解释 这个体制虽然是在体制外的器官嵌慕小组 但是还是有台大医院在监督啊 所以我只是奉命去执行器官移植的任务 就像侯友宜一样 我奉长官命令去执行捉拿镇南龙 但是不幸发生意外事件 虽然谴责 但是还有个理由说我是奉命的啊 这个事要弄清楚哦 第三个 如果台大医院也不知道 你的嵌慕小组 你带去了中国大陆去器官移植啦 那现在你要把这个责任 就归咎给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怎么肯啊 监察院的调查里面 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怎么肯啊 台大医院处分你 你不服气 为了碍事器官你不服气 但是这个事情 很容易解释清楚的啊 当时台大医院知道 你就只要讲 台大医院知道 你不要再模糊啦 不管吴祥辉是不是打手 不管吴祥辉是不是有另外阴谋 不管吴祥辉 你怎么要模糊 都不能去脱离这个事实嘛 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吧 你只要出来记者会告诉大家 这几件事的公开 是怎么一回事的 这问题解决 你不要 你这样在辣地塞辣辣 这事情没完的啦 我不大相信 台湾的媒体 真的都不去追求真相的 真的都是为了政治利益 真的大家都是投机分子 我不相信啦 大家要知道 人道跟良知是何等的重要 尤其你是个医生 你现在当了台北市长 你要接受这个检验啦 今天你不是市长 也许政治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你只是个医生 大家谴责我们台湾的医生 这么没有伦理嘛 但你现在是当了首都市长 四年过去了 现在这个事情再重新出来说 你就好好回答 有 我确实当时有去 然后确实怎么样 我也接受访问了 但是这个是台大医院都知道 医院的敏感度 你觉得他还有很多的疑允没有交代 你是这么认为 小军 我为什么那一天会讲说 他从头看到尾你的节目 因为我就在这里讲 器官移植有这么多的麻醉师 有这么多的护理师 有这么多的医生 他今天回答这个就是 台大医院有这么多医生 麻醉师 护理师 这就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 他看 你就讲 不是一个人做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可以胡搞瞎搞 他是这样讲的 那有很多的护理师 医师 他们现在都不愿意讲了 你可以出来讲 你不讲 有一天有人真的看不下去 出来讲说 你那时候又要面对一次挑战 这些事情我相信很纠缠 柯P一定纠缠他 他是一个一直想会钻牛角尖的人 那真相要透过政论节目 要透过网友吗 你第一时间呼吁司法要调查 你现在还坚持你的论点吗 我只是要让柯P有一个公正的 很清楚的 你卫福部是一个主管机关 你就把台大医院这些东西公布出来 你不能讲说 查了 没有 那不鬼扯淡 你把记录公开出来 各支我们遮住 总共移植了几个器官 几个在中国移植 几个在台湾去 这个劝目来的 这么简单的事情 政府机关不做 私人的医生也不愿意公开 那现在大家获悉你 在这里扯鬼扯 有了没有 在那告来告去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今天国家已经在面对 惠死了 两性婚姻贫贫这些问题 如果连一个良知人道的问题 都不敢去面对的话 我们更要资格谈什么惠死 两性贫贫这些问题呢 不是大笑话吗 我这两天特别仔细看了 吴祥辉大哥的脸书的反应 那我看到不乏 我的一个表面的感觉 不乏出现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在论述 而且是连番的论述当中 似乎他们自己的了解 认为这个事情恐怕不止2018会去烧 那烧不出真相会持续烧下去 来 国陵大哥很显然你隔壁的 这个来自于柯P 柯P的分身 来 于修他有不同的论述 来 于修你的反应是什么 第一个 伯伦大哥他从这个个案去看 关心整个台湾移植器官的现状 这个要肯定 大家伯伦经营是什么 第二点今天下午在议会总咨询 柯市长正式答复这个议员 议员就问他说 你到底这个事你能不能干 你能不能做 大意上是这样 他已经正式在议会留下记录 就说我没有带着病患到中 中国去进行器官移植 所以他已经是说很坦白 他就说议员两次问他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这头一点 我很快回应国陵大哥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 有什么要去搞不好 台湾是民主的国家 你如果觉得我手头的东西 就足以证明说柯文哲 你就是干这种事 这很好啊 你就去那揭发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那市长今天也在议会 也打询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很快回忆 刚刚李军议委员讲说 柯文哲和蔡碧如两个大议人 不好意思 说联手后14项的工程 我长有去啦 大巨蛋的工程 大巨蛋 这个高等形状法案是14项 是判他说这个是安全的部分 可以施工 但是他确实是为依法施工 当初高等形状法案判很清楚 第二个我还是要讲 我暂时有民进党团 昨天有去 因为我是府会的联络人 我队在去 其实李庆锋总召讲很清楚 就是说 现场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也有露营嘛 组里都有去 回去还会拿来再比对 说 14项工程里面 我们的体育局 李在立局长 现场有答复说 有稍微有方说 那是四项的这个工程 我当场我也跟李远报告说 那可以再看不下去 14项是安全的安全做嘛 但是如果有这个 头头的时间的问题 我们当然是要处理嘛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其实我也认为 这个其实还是不太多 我认为就是公开透明嘛 让我们的党团 你得了解 咱们很多地方去 每天所有的每天都进去了 好啦 余秀 我给你插位 不好意思 我给你插位啦 好 80% 透过了补墙工程 听说 最简单的一个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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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旅馆跟商场嘛 那个没有安全的说 14项里面 那为什么他们全部快盖完了呢 那装都已经 超过 我说最简单的 你要是问出关键 透过了安全结构的补墙 无限上钢 大巨蛋本身 你要拿对照 对不对 还要拿对照图 原来没有的 现在有的 你可以对照 这种 你们找另外一个时间 再议会去辩论 不需要再浪会 这么多简单的时间 我现在 他父主心切 我可以谅解 可以体谅 但是我今天警告民进党 我今天会讲个小故事 给民进党听 因为他是民进党党员 是 洪耀 洪耀福秘书长 公开讲 我们的姚文治是 日本的枝田姓长 现在他要攻打金川议员 最后一定是胜利的 洪耀福真的日本历史读不通 没读通 枝田姓员发生了日本最有名的历史事件 是本人士之变 京都一个本人士 斯田姓长 上京要接受撤封的时候 本来可以统一大日本的 在本人士的时候 他的部将叛变了 他的部将明智光秀 带着大队人马在前线作战 调兵回来 带着兵马指着本人士的时候 敌人就在本人士 我今天把你 好好去读日本历史 结果乱箭射死 火烧本人士 现在那个遗迹还在 日本差一点就因为他统一 最后给封城秀吉拿走天下 这个故事是告诉说 你底下的兵马叛变 你姚文智是枝田姓长 你的议会议员 根本都没有支持你 你的民进党党也没有支持你 你怎么会攻打了金川议员 这么好的一个故事 你既然拿他是枝田姓长 来做历史 我就讲历史故事给你听 你要党中央 你要怎么处理你这些人 包括陈锦进 包括周怡修 包括这些有科的民进党议员 不是有科的议员 不是民进党的 你们另外去处理 是民进党的 该快刀斩乱马 让所有士气大政兵马集结 你不是 你党中央在那里 让他们 最后敌人就在本人士 有人就会攻进去了 所以你认为党纪必须要做旗帜鲜明的处理 你自己会退党吗 我不会退党 他不会退党 你的意思是 如果党纪不明确的处理的话 你认为 大家都获悉你了 支持者票投不下去 是这样子吗 不然人家提名你干什么 是 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提名一堆民进党的议员 所以 民进党会因为 党纪没有办法旗帜鲜明的结果 导致大家的混乱 这里头除了副市长之外 民政局局长蓝世聪 还有我身旁 身为台北市政府的顾问 周怡修通通都是有民进党籍的 接下来我透过了关键性的画面里头 来看党纪到底要不去面对 还是说党纪不处理的结果是 选民的混乱意味着党中央 难道还有模糊的空间吗 再次听听看 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飙粗话 在过去48小时当中 他两度飙粗话 都是因为北农的总经理吴英灵 来听听这个大现场 在国家的这种重要情点 你纯粹是来搞破坏的 你有什么意见 那你要进来报告 不是在写脸书 那你的报告PO在脸书上面 我觉得这太离谱了 也就是说 你知道进入体制内的人 你知道 你不要一直还用体制外的 行为模式在做事 这实在是 我这实在受不了这种事情 那他说他都有开会 他也有开会的机会 不一定说的 那就拿出来看 就要开始发发脾气 你说人本来开会 阿公人的盖旅庸 包括你们新闻稿 改了三次 什么少了一千两百个停车会 等等已经改了三次的新闻稿 那这个部分 你认为你有必要道歉吗 那我跟你说 还是那需要 他就有事情进来处理 不要把这个内部问题外扑过 你就会到外公有需要道歉吗 我为什么跟他道歉 我知道他 他一点 他来议会备训 我跟你讲 如果连议长都讲 我们还是拜托农委会 他也是不来 结果他不来是我被站在这里被骂 你骂彰化 你刚才有骂到彰化 这样不好 我说他不来备训 我变成是我站在这里被骂 你那个是口头禅对不对 没有恶意 没有了 没有恶意 我刚才讲的 所有人都在笑 我看你要道歉 刚才那句话你要道歉 好 如果讲张话要道歉 真倒霉 加上今天三度飙粗口了 这是寻求连接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那我们看到在整个事情当中 身为副市长的陈景俊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到了 北市公务局还有呢 禅发局两局长都不是很差的角色 他说的 没有理由输给一个北农总经理 他还说的 秦玄荣义宋神男 他认为自己是神 所以这个同众院就问了 所以呢 吴依宁是神吗 接下来呢 他说了 看到这些文章 就是吴依宁的脸书嘛 是角色扮演的错乱 开了二十几次会 吴依宁都没有提出意见 却选择在外部放话 合理吗 吴的案子完全没有经过董事会的提案 或者是报告 最新的一个说法里头 他昨天说 不要因为一个人 市政府中央带来很大的麻烦 不好的误会 会被认为有政治操作 不足取也不应该 吴依宁到北农董事会 只是报告工作概况 根本没有规划案的实质内容 所以不要玩文字游戏 也不要鱼目混珠 苦口婆心找吴来办公室谈 打电话给他 还是要尊重体制 这样的放话找麻烦 我觉得是干嘛 给台北市带来麻烦 给民进党带来麻烦 也给我带来麻烦 我三个角色都有 实在是非常困扰 吴依宁认为 董事长没指示 要提供北农的需求方案 注意听 董事长没有指示 若要求的话一定会提供 董事长你没有提供啊 你没有要求 我要提供报告啊 的确那你要吴依宁怎么办 吴依宁如果所说是属实的话 若要求的话一定会提供 若真的说 市府版的细节 也没有经过董事会的讨论 来我想请教是 昆仁大哥 整个事情当中 你所了解副市长陈景峻 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整个事件在 导火线就是在卷苏培 咨询柯市长的时候 陈景峻副市长也插一句 他们当初在现场就讲了 三个重点 第一个 美农内部没有经过讨论 第二点是台北市政府都不知情 第三个 没有行政体系来表示意见 甚至包括说这个 他讲说这个你到国外 到去湖岗考察包括 也都他们台北市政府都不知情 那我想陈景峻你是担任 你是担任台北市的副市长 而且是这个兼北农的董市长 董市会是由你召开的 事实上我们调出所有的资料来看 这历次的董市会 都把第一市场改建的这个案子 列为重大的案件 他都有参与讨论 那整个里面的所要提的意见 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案子 第一市场改建是从1992年 1992年 这个是民国 在民国81年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 黄大洲市长的任期内 就开始 就开始在进行这个评估了 那历经了到现在20几年 那当初为什么说 那么20几年没办法定案 这当然牵涉到很大的 这一个 各方对这个空间 对这个市场定位的问题 那包括这个古代市场 和这个市场 谁都 面积到底要怎么分配 那还有中纪的方案等等 这些都是可讨论的 但是你不要说 人都不知道 那一天的讲话就说 你买什么都不买 吴英林在体制内 也提出那么多的开会 他也去了 吴英林他也透过这个报告 把他们认为说 这个内部有成立一个改建小组 开了13次的会议 他也都有把这个会议记录 也都有提供市场数 甚至把正式的 这个比好需求对照表 都正式韩文给你市场出 那你陈景俊 当初说 你不晓得去日本怎么样 说日本 吴英林去日本考察都不知道 吴英林上任的时候 他有去日本三次 短期间内 因为日本的条件 跟我们很 比较接近 那这个胡刚跟台北市 这个农产营销公司 又是姐妹市场 两边互动非常密切 在韩国瑜的时代 都不接过 引派秘书专家 来做一些的民估 做建议了 所以他们一直持续的有 包括说我们台农花他 台农花他也去那边考 我给你他有跟着去 然后第二次市场改建 在11月24号到27号 市场改建小组 小组的召集人是叫做董事长陈景俊 他那次没有去 他还是没有去 那是董事会的小组 这个是内部工作小组 他们也去了 那他们回来是提了这个报告 第三次 第三次在董监事25个人去 包括你陈景俊 你都看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在现场也都做过他们讨论 大概北農的 这个跟福岡的市场 讨论的给他们建议方向 福岡市场里面 整个都会对台北市的 这一市很小的很了解 跟他们建议管道的问题 通风的问题 那些停车的问题 那个都是日本 他们也到现场来看过 都有跟他们建议 陈景俊你对人去考察 你又是团长 你又是董事长 结果你说你都不晓得 你是有去过 有去过日本福岡考察 你一无所惜 不然你回来 你都没在做报告 你都没在了解 所以这个在污蔑 用这种方式 一直在污蔑说 这个 这个吴依林 这个跳脱体制 没准备 真的是用 那你懂什么 这是叫做北農版本 其实不是叫吴依林版本 就经过了这么多人 去共同参议 有那么多人去考察 13次的这个内部的从 这个讨论会议 还有那么多次跟苏果 跟这个 各公会讨论的 不知道几十次了 对 你近日跟他说 他都不知道 他都没准备 然后是突然提一个 是台大城乡所研究生 帮他写的 威林版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很像在挑战整个市政府 是 我给他说这件事 你如果当时科医跟他说 这个内部 我们提到 我们再研究评估一下 我跟你说 没有这个事情 我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要跟你请教 我先请教是姚老师 从昨天的公文 一直到昆城大哥 透过的专业解析 为什么 为什么从科匹 从副市长底下 他们要一路去编造假的讯息 然后一路要冤枉吴依林 为什么要让吴依林在北农容不下 为什么 来姚老师你的观察 谎言被揭穿了吗 因为 所有他们第一时间 柯文哲可能根本不知道细节 他根本不懂整个 就像刚才 昆城讲的 我绝对不相信 柯文哲一开始 又知道北农 赴日考察 有这么好几回合 甚至于有一回合 陈景峻自己本人也去了 他可能根本不知道 所以他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这个回答吴依林的问题 他就问他说懂什么 他根本不晓得 这是一个团体 北农案 根本不是吴依林案 那他就没有办法回答说 北农懂什么 他没有办法 他只要欺负吴依林啊 更何况我的了解 陈景峻在这个报告 提给董事会以后 还有才是 有啊 这个报告提到北农以后 陈景峻还才是说 这件事情 这个报告是不是交给新公处 跟北农一起再商量一下 你看你都有才是嘛 好好 结果陈景峻现在对外 全部说他不知道 我想只有两件 只有两个可能性嘛 陈景峻欺上瞒下 那柯文哲要处理一下 柯文哲要去问一下陈景峻 你什么都知道 你又是北农的董事长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啊 还是说 陈景峻其实柯文哲知道的 他只好装的什么都不知道 保护柯文哲 他反正都不知道 就造一个防火墙啊 我觉得这一点 是市政府自己的问题 说张话不能移转市政府 像陈景峻这样子 是说谎的事实啊 说张话也不能掩盖 北农的方案 故意去 北农的方案被忽视的事实啊 是说时间 说张话更不能 更不能 改变 市政府其实蛮不尊重专业的 因为这是北农案 北农的 我们叫做在现场工作 黑手需求案 如果这个都不受尊重 那还有什么专业 你一直在讲说 公务局够高明了吧 是 什么市场处够高明 我怎么会听你个北农 不是 人家天天在现场工作 需求 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人家提出来 这叫专业嘛 这比较特别的是说 现在还居然有 现在居然有人放消息说 给吴英宁什么不分区 不分区 完全想移转什么政治的 小姐 不分区 这消息是怎么来的 谁晓得呢 谁晓得这消息是重要的 我这点 我只看到这样子的消息 不分区立委 然后还拼命的去回应 事实上好像 这个消息的意思好像就是 吴英宁打科 打科有功 所以民进党就给他 不分区 这好像要这样连结 这连结 这居心是不善良 还有出现命理师说 吴英宁足够选总统 这个都是 现在又传出说 这都奇怪的说法 滅科有功 所以要给民进党的 所以第一个 我再问一遍 我还问整个市政府 请问吴英宁打过一次科吗 他那么卑微的 市政府不是说 所有的考察报告 都可以公开透明 上网上网 他不就放在脸书上 什么时候变成一个 最大恶极的事了 来我们听听看 这是我们独家访问到 吴英宁针对 像外界放了很多的消息 也不知道从何而来 当然民进党中央是否认的 这个时候也没有立委选举 怎么叫做不分区呢 说因为打科有功 所以呢 可能会给予吴英宁不分区立委 这样的一个头衔 这样的一个位置 来听听看 吴英宁是怎么说的 对我的个人的这些言论 我是没有要回应这样 接下来我的脸书就知道了 我一个多礼拜 我的脸书 我发脸书的次数 真的非常的不多吧 因为我根本不想要回应 这个就是他 我不知道他们 我不知道是谁 就是讲这些 我觉得那个都已经是 是过度的去 去 去 去言说了 我们希望台北市政府 可以听听我们北农 尤其我们这个第一线作业人员 大家的心声 那参考一下我们提出来的 建议需求 那所以礼拜一的时候 既然市府双手党会议 也有发了开会通知来 那我们就会去那里 再一次的诚恳的报告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 这样子的一个建议需求 好 我们 连线吴英宁做出这样一个解释之后 说是2020不分区的立委 你想想看 不分区的名单 在各个政党 哪一个政党会两年前 爆出了不分区立委的名单 来这样一个事情发展 来敬意大哥怎么看 包括了贵党的副市长陈景峻 此刻的角色 我想我们现在忙2018都忙得满头大汗 根本没有人讨论2020 那我现在是民进党党团的干市长 我同时兼任中常委 所以完全没有这回事 完全没有这回事 现在根本没有人想到2020 2018要先选赢 然后我补充一下 刚才陈景峻的一些说法 老实讲我对陈景峻 我有一些认识啦 过去也有一些互动 我对他还蛮尊敬的 他是一个前辈 那但是这两天的表现 我老实讲我对他有不同的评价 我对他有不同的评价 因为我刚才说得很清楚 106年9月22号 吴英宁就去双首长会议里面报告过 然后提出这个案 然后来 这个有一个重点 11月29号 在北农的董事会里面 吴英宁说 因为根据我们去福岡参访的这个经验 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最后一句话 陈景峻才是 我会把这个意见 转达给市政府 还没完喔 再来 今年的1月24号 这个北农又开董事会 北农董事会谁主持 当然是陈景峻主持 陈景峻主持说 请吴英宁研议可缩短工期的施工方案 然后再报市政府 所以这个也是陈景峻的财势 他主动要北农做 你看看 他这个是他的财势 所以陈景峻说 通通没有来报告 他通通不知情 那到底在讲什么 这都是你亲自主持 你亲自财势的 那你到底在讲什么 还是说因为柯P不熟 柯P已经这样讲出去了 所以所有人都要跟柯P口径一致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还没完喔 因为这个报告完了以后 北农这个才是1月24号董事会的才是以后 然后后来北农又正式再提一次 修正过以后再提一次 第一果材市场现在营运计划书 是在今年的2月提 然后今年的3月又双首长会议出席 又报告一次 然后今年的3月8号又跟产发局 检讨讨论这个改建的工程 然后今年的3月14号 亲自出席市场资的会议 然后提出城乡基金的修改 然后如何中纪媒体的中间的这个改建的报告 那总共出席这么多次 那陈景峻居然说我不知道 我作为北农的董事长我不知道 你都没有循着体制来 你才是的 陈景峻才是的 怎么没有循着北农的体制来 这个我真的不了解 那至于陈景峻要不要受到党纪处分 老实讲是这样 有关选举的我们党的规定非常清楚 就是你有登记参选 违纪参选的 或是你违纪帮我们的敌对候选人助选的 这个才叫违纪 那你担任某种职务 你做什么护航 这个在选举上也许不是 但是这个东西可以由怎么样 可以由地方党部提报 他这些行为有没有涉及违纪 有没有涉及违纪 你攻击自己的这个 你攻击自己的党员 包括我们很多议员 你攻击什么 你攻击这个 你在议会的殿堂里面公开说谎 你在议会的殿堂里面公开说谎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他都没有循着体制来 那两次都是你才是 北农的董事会都是你才是 陈景峻请你跟大家说清楚 你有没有在北农的董事会里面 听过吴云林报告第一国财市党的改建案 然后他有没有在北农里面报告过这件事情 然后请陈景峻跟大家说清楚 他没有寻体制来吗 还是陈景峻没有讲真话 是 余修等一下 我先请教昆程 请问一下党纪该不该坚持 这个党纪 平良先讲 我个人我认知是政治的归政治 法律的归法律 有些像这样一个像余修这个 我们以前的少年我们就熟悉了 这也是很优秀 但是你选择 选择到台北市到柯P那边 陪他跑行程替他提供预见 我说尊重个人的一个看法 平良先讲有没有党级 有没有党级 我个人觉得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那主要是你的一个价值 你的选择嘛 对不 你要像杨丽环 对不 杨丽环人的 人家就为了 我为了我的理念 我觉得我就 我就退党 我就辞掉 当时 我就要你买到 借你幸福 如果觉得说在这个 在对一个党的一个目标 一个方式 一个做法的时候 你觉得你没办法认同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不需要大家 不要说用个党纪 对不 大家没有 如果觉得不错 不过现在民进党的政策很清楚 台北市 我们因为看清楚柯P的做法 民进党不愿意再跟柯P的合作 我们有自己候选来推他 这样一个党的一个方向很清楚了 党员就是大家倒在拚 当然既然有的人 又在那里面 想说如何 但是当时这个党 这个党已经决定了方向 大家对着走 不用在那边 暗门要拚 我跟我们有时候 反而 是 这个开大门走大路 你如果要停柯P 就退动嘛 对吧 不用说 非得要去说怎么样 再怎么样 抓你所有人 是从局长在抵 对啊 你董伯就不敢去开地 我 我很快回忆一下 那个 郑晨大哥 你怎么了解 为什么 柯文哲一路 会锁定吴英零 现在看起来是一路冤枉吴英零 为什么 为什么让他在北农 待不下去 走不下他 为什么 超美好人激光 一无可一无 当时 如果是拉昆仙 他做这个八王的总经理 我看狡辱不是这样 他就是当时 赖昆臣 因为这个 姚文字很好 但是赖昆臣比你比较好 不一定想你控制 所以当时 你们在台北市 没有 你不敢说客气可以 你们在台北市市长市的投票的时候 为什么会选到吴英零 这个 那 一直认为 吴英零说 一个女孩 可能这个 比较涉事卫生 感觉一个女孩子 比较好控制 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 我条件那好 我条件那去 不要啦 委员条件也很好 你为什么没有算到 当时公团会师推荐你 对啊 你为什么过我 那个柜顶都跟你说 那这边 吴英零也是科匹朋友 真的 他是指定了 吴英零 认为说他 反映 他可能口罩不穿 大家坐坐这边 政敌不穿 民嘴都可以朗朗上口 而且他很多事情 他不愿意说 第一次就是 那马上就很 主动积极的 回应的时候 感觉轟头穿滚嘛 他就感觉消灰 当初 吴英零被打到快趴的时候 觉得 把吴英拿出来 再把他巴黎一下 对啊 就是有选票 所以你看这一次 为什么科匹 在这个北農 他还是以前的逻辑 我继续打 我继续打 这个 打吴英零就有票 有票 他感觉怕吴英零有票 他都不懂 你一个逻辑 他没有说的逻辑 他就说你一个吴英零 只要对抗台北市 吴英他懂什么 懂什么 他又印 就是因为这样 挑起整个战火的 我可以回应一下吗 我很快回应 刚刚那个 赖委员提的 106年 陳副有去总监事考察 刚刚李军毅委员 替我们解惑 其实 他听的没错 11月2月到的时候 当初有的时候 有约的说 我去福工 有一个百分之九十 一个百分之十 所以有报告 但是陈副的意思是 那就是一个旗程 有几份报告 当然今天委员总是 他也有说 你就不叫我拿 所以我贏 你一趟还是一趟 有口 口头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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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觉得今天 市长爆出口这种 这当然是不适宜 我要重视讲 不管他在议会 或是在刚才 我觉得做一个政治人物 不管他是 他是 超越藍绿 还是比较自由 我觉得其实都 相关 这都 整个团队要减讨 就说 作为生活幕僚 我们也应该散禁 要跟他说 这这样不适当 放出口 哇 什么 妈 什么 这个叫做自由 不是 我说他 其中是要这样 但是并没有代表 他可以这样说 我的意思是这样 这个包括幕僚 我们都要散禁 这个劝的责任 第二个我要特别讲 就是说 这个第一果菜市长 改建这个问题 其实市长对当初 生气的倒不是吴英宁 那要把委员報告 不是 主要是 简术伯刚才问 有一个11月的方案 在那个时候还没 等一下说 是不是这个有党人财入 之类的 他真的想起来是这样 第二点 对吴英宁总经理 其实我跟英宁也认识 我到过他家 他的意思其实不是说 你不能怎么办 我说有事情拿来说 当然 我们台北市政府相关的 公务同仁很认识 但是 在你提供的资料上面 我觉得还要再加油 不能说 这样沾沾沾沾沾 这其实不好 包括次数啊 包括什么 我现在坐在这里 我也不去讨论说 他11次到底聚起次 没有很多人说 没有啊 他来八变九变 我说那些都不重要 我们都有来 第二个 为什么要说谎 第二个 所以说我们 我不觉得我们的同仁会说谎 就是说这个数字上 副市长 要加油 包括首长徽里 这么多人都有参加 三个局長 为什么要共同说谎 为什么要一次说谎 宇俊只要问一个问题 陈景峻知不知道 马威英宁有没有在体制内报告过 有没有报告过 他都不寻体制来 我要特别讲 宇俊你可不可以针对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说 吴总来参加的会议 他也列了一本厚厚的给我们党团的 议员 那其实 你说要论一件事情 刚才你说 前委员说到的3月8号的会 其实那天是讨论 营养午餐的食材供应平台 也不是改正会议 但是 我这有简厚厚 我只问一个问题 那陈景峻主持北農会议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吴英宁报告 他有没有做财事 就这样而已 他有财事 有嘛 他有听过报告 他有财事 当然啦 所以我说 这整个事情是这种团队 大家都认识这么久了 这这么简单的问题 真的很简单的问题 吴英宁都没有寻体制报告 他都不知道 而且他还主动的叫吴英宁说 你可不可以提一个案子 可以减短工时的 到时候拿出来讨论 所以我说 我们现在礼拜一 礼拜一有一个双首长会议 你还没有回答 我说 记录就在这里 陈富他还是富士长 还是北農的当事长 这个过程当中 吴总经理确实是有 口头上次有讲说 我那个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到底差多少 福刚跟他好像差异上有差 所以人家有来开会 对 但是 陈富的意思是说 他为什么要冤枉人家 为什么要冤枉人家 我在我等 我等 这个怎么可能说 我已经把那么细讲二分之一 我的口头都讲了 说我要给你一个完完整整 你说才有跟我讨论 这个就是我们最严重 台北市政府的价值在哪里 另外一个专业人士 曾经在果菜公司担任副总的 我相信市委大哥一看就知道 这里头谁在说谎 那因为昨天呢 要求柯文哲市长 要不要道歉 洪建议 那柯文哲说他拒绝道歉 又再度爆粗口 你看得出来谁在说谎吗 那市委大哥 依你的专业 我想剩下两个月要投票了 唤起一下观众朋友的一个记忆 在四年前选举的过程当中 柯文哲后面为什么要有一个臭臭妹 我相信姚老师很清楚 避免他犯错 那人家这个台大医生就讲 柯文哲常常犯错 但是他也常常认错 但是他永不改过 你看到现在回想到现在 这几天你听到三公四天都 到底是吴英宁什么都不败 那就是陈景峻董事长乱说话 还是你柯文哲市长你的一个幕僚 给你的一个资讯不正确 我相信如果是吴英宁什么都不懂 那柯文哲市长作为你的一个行政体系 你就应该把它换掉嘛 那如果是陈景峻董事长乱说话 那他是副市长兼北農董事长 他应该要把董事长换掉嘛 这两个人来 你如果都不知道换掉的时候 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行政伦理你行政团队 荡然无存 民众还要选这种人当首都市长 当台北市长嘛 你连一个人事问题 你都觉得处理不好 你要做什么市长 而且这个不是一级首长啊 这是三级机关啊 那你说北農的一个 这一个改建的一个案子 刚刚昆臣委员就讲了 这已经说二三十年了 但是我经常在说 这人要起开七年的时间 花一百四十年了 那这七年 七年之后是你柯文哲当市长吗 不是 七年之后是你吴云林当总经理吗 也不是 依法行政 如果你第一时间你会觉得讲说 我停车就不够 对于那个都市计划规划 不对的时候 那是不是你公务局 甚至于产发局 或者是都发局 还有北農市长 你要叫我来参照嘛 那你柯文哲好以为称的就是说 我一切都是公开透明 但是昨天丁锁中委员到北農去的时候 如果国家市长起的时候 蔬菜公会就说 都没给我们问了 我们这些航空商 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 这个成销人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结果 你们现在重来重去 我会觉得讲说 你们这样说起来的时候 你就是谢市民 还有北農 这一个所有的 这一个承销人员工 于不易 为什么 因为你要想 7年以后去的好 这7年中间 他在市场 新建的过程当中 他这7年 他的一个 这一个市场 他的一个营运 他会不会流失掉那些生意 他会不会造成 于市场甚至于国债市场 所有全省这些农民 他们的一个生计 会产生的问题 你如果没想到 你只是在说 这个谁对谁不对 如果真的我就讲 如果说北農 他们考量他们的立场 是对的 那你今天都委会 你就去看嘛 如果说你今天市政府 站在你的一个都市考量 是对的 那你审议委员会 你做成决定 为什么 因为未来这些 140个是 市政府的遗争 你要辨论 如果都市审议计划委员会 确定了之后 还要送市议会 市议会 通过了这一笔预算 才会去做 现在都仅值于讨论 在将近晚上十点钟 我们看到 这是在这两天 全球所关注的焦点 中国派出了专车 在关西机场载人 这到底真相是什么 而这一场台风的风暴 到台湾掀起 变成是一场政治风暴吗 可是在此同时 我们也要看的是 因为柯文哲在面对选战 进入78天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 TAKAMOLE SHOW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他面临的多起官司的控告了 到底有多起吴英玲呢 今天再爆出口了 三度爆出口 都是因为北农的总经理吴英玲 说他是新潮流的打手 而且说像是自杀炸弹客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吴英玲 他在北农会待不下去 为什么柯文哲一路要冤枉吴英玲呢 从现在的公文跟相关的资料佐证 你发现他放的被外界指引 根本就是政治毒气一般 可是会不会因此反了内伤 恼羞承诺他 所以导致他爆出口连连吗 来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至于日本才被25年来的威力 最强大的台风燕子所侵袭 日本的北海道更是在 昨天凌晨发生了强震 部分的地区有房屋倒塌 道路下陷军列非常的严重 当山区有严重的土石流发生 已经知道有十多人因此死亡了 并且有超过295万户因此停电 巴士铁路地下铁都全面停止 尤其在新千县的机场暂时封闭 国内跟国际机场都暂时停电的同时 现在呢 目前为止所了解的是 没有台湾旅客乔民或是留学生 有因此受伤 可是呢 在国民党立员党团 今天为此召开了记者会 好 又是台风又是地震 来看国民党立员党团今天召开的记者会 又是什么内容 看这个大现场 我们驻日的代表处啊 是台湾驻外代表处里面的第二大 第二大 几乎各个单位都有派驻在日本代表处的人员 但是作为一个驻日代表跟驻日大使 令人失望的是 你在这个当下 你还在批评国内的实证 你还在检讨无多的意思之类的 你到底有没有在做你 驻日代表开座的事情 就是说 武汉看起来好像 我们驻日代表这边处理的速度 是比中国的驻日代表还要来得晚 甚至晚三天 这是为什么要这样落差 其实4号到5号 事实上是整个就是个孤岛的状况 然后这个温西机场 他们能够派船派车出来 其实也是在5号凌晨以后的事情 所以我们除了持续 跟透过我们的航空公司 跟当地保持这个地界联系之外 那是问到为什么我们比较慢 是 那根本上我们也是 试图第一时间去做啦 那只是可能呈现出来 大家觉得说没有这么快速 那包括我们刚才报告过程中有提到 那转书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住处有45位亲自来的这个董博人 我们也都基工党大相关的这些援助 洽先生洽民宿这些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反应比人家慢 好 国民党立委党团大动作所召开的记者会 我们先看一下来自于中国的媒体观察者 焉成这样 没想到中国领事馆来接人了 台湾同胞问点点点 好 我们看到在第一份的标题里头呈现这个内容 这是洪水猛兽BABY 他里头还引述这个报道里头 马上贴这个文章了 21号呢 这个台风席卷日本 大阪关西机场唯一大桥被这个邮轮撞毁了 机场旅客全部被台风隔离在小岛上 在一夜的煎熬等待后 我们的大使馆第一时间协调机场安排专车 接中国游客转移 看看其他国家游客 还在排着剧场的队伍等待公交车 听大使馆的小哥哥说 昨晚夜里一点他们就在准备待命啦 心里油染而生的自豪感让人不禁泪目 中国我爱你 OK 那我们看到第二页 观察者继续说了 中国人先上车 昨天三千人滞留大阪关西机场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 准备了15辆大巴 来 观众朋友 这是中国的一个媒体 15辆大巴 邀先安排中国公民撤离关西机场 还给什么 并给大家发了吃的喝的 离开机场的时候 日本人跟其他国家地区的群众 还在排队呢 一眼望不到头呢 为强大的祖国点赞 PS还说 遇到几个台湾同胞们 再问 我们能上这辆车吗 同意回答可以啊 只要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就可以上车跟祖国走 后面还标一个强大的中国力量 好我们注意看 这是观察者嘛 派了15辆巴士去关西机场 去载人嘛 我们可以上车吗 他说 自认为中国人就可以上了 我们先看 同样 来看这个媒体 中国网 我们看另外一个中国媒体 关西空港 孤岛 中国人750人 集中移动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日文呢 把它翻译成中文之后呢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得知 有750名中国旅客受困之后呢 派员到机场周边搜集情报 并且与日方研究书运对策 日方在5号中午呢 5号中午做什么 将中国旅客集中 共批 共分四批 书运出机场 书运出机场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中国网呢 等于在打脸另外一个观察者 他是说他们把你集中啦 把你书运出机场 他有没有说来载人 没有啊 我只是中国领事馆 请大家集中 把你书运出这个关西机场 我们更进一步来看 这是今天 中国时报的三板头嘛 滞留关西机场 陆使馆派车救援 台湾旅客 不表明中国人也可搭 跟前面一个 这个观察者 报导立场是一样的 这是今天的中国时报 A3他是放在A3版的头条新闻 心胸狭隘之人 眼中尽是阿公啊阴谋 国人有难 谢长鼎还在检讨吴敦毅 这是今天半版的中国时报 但是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是 后面这篇报导 联合报打脸中国时报 我们看联合报 这是联合新闻网 船入使馆派车接人 自认中国人可坐 关西机场否认 关西机场否认 联合报打脸中国时报 中国网打脸观察者 是个目桌一寸 我们看他 联合报这个记者蔡佩芳 她是怎么打脸呢 她说 传出中国大使馆 昨天派车进去救援入客 只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就能上车 不过 关西机场今天表示 昨天持续封闭 没有让外车进入 没有让外车进入 来 关西机场的营运公司 在昨天一大早 天气转好之后 派出巴士跟高速船接驳 受困的民众 因为人数众多 救援作业持续一直到深夜 来我请教是 这个君毅大哥 可是 如果 这个新闻是错的 如果是造谣的新闻 国民党党团 要一路造谣 然后开记者会吗 来 这个到底真相是什么 早上国民党党团 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在旁边 观看电视 来听听他们做什么 那总共发现说 昨天这件事情到现在 总共有五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就是观察者的版本 说 强大的祖国 只要你认为你是中国人 你就可以搭 那第二个版本是什么 第二个版本说 没有啦 就是这个中国时报讲的 说 其实你不讲也可以啦 你不讲也可以 就是 只要 不表明中国人也可以搭 这是第二个版本 第三个版本是什么 关西机场出来否认了 关西机场说 没有 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为了管控秩序 所有都是由 关西的营运公司 派车进去 把大家输送出来 只可以出 可以出 不可以进 今天有第四种说法 因为昨天看到 大家看到的是这张图 说因为桥断了嘛 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出嘛 没有办法进出 所以他要管控 由关西机场营运 今天有网路上出现什么 所以说没有喔 没有喔 其实 他桥是有两侧 是 一侧断了 另一侧没断 所以人家中国真的有送巴士进去啦 所以中国还是很伟大的啦 那这个最后 今天的版本出来了 这个是最有趣的版本 第五个版本 说其实 从头到尾都只有关西营运公司 他有派巴士进去把人载出来 载出来以后 的确载到什么 再到所谓的全卓也接驳站 全卓也接驳站 那边就有电车 那在中国 在这个全卓也 全卓也接驳站 确实有电车都可以通了 这里可以通 然后中国也确实有派巴士在哪里 在那里 在全卓也接驳站 那中国派巴士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你发现这个 你会发现非常有趣 就是中国曾经在今年 霸占日本的成田机场霸占三次 后来出动中国大使馆去 疏通 疏通以后才把人劝下来 那是这一次因为发生这个事件 中国大使馆怕重蹈覆车 所以赶快派唯一可以通的 在全卓也这个接驳站 然后我们派车 整体人先载出去再说 所以这个从头到尾有五个版本 擔心又大闹机场 又大闹机场 又大闹这个人家在水灾 你们在喷口水 那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什么 发生在如果这些讯息前前后后都不一致 那到底我们知道的真相是什么 那其实这个碰到天灾 碰到这个天灾地变的时候 在所有的外管都有相关的规定 都有一个SOP 这个SOP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掌握有没有台湾的旅客受伤或死亡 第二个掌握到底有多少人滞留在这个地方 还有没有其他的失踪人 第三个掌握所有我们的侨民 有没有在本来就住在这里的 有没有因此而受害 那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那第四个开始协调各种物资或是各种帮忙 那第五个协调国内的航空公司 可不可以加派班机或是增加座位 让更多人快速的回到台湾 五个SOP 所以我们要检验的是说 日本代表处到底有没有做到这五件事情 根据下午我看到的一个最新消息 代表处说明 外交部说明了 日本光是代表处其实有很多地方 有办公室 光是杂谎的办公室 从今天凌晨到今天中午发布新闻为止 接到97通电话 然后有一百多个人 到杂谎的办公室拿水 拿简单的食物 更重要拿什么 拿手机的充电器 然后可以充电可以跟家人联络 所以这个部分 代表处的办公室 杂谎办公室都已经做到了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 不要急着在国内喷口水 先把事情处理好 日本碰到这个是有史以来 25年来最大的一次灾害 那我们先把我们的旅客 先把台湾的滞留在那边的先行解决 然后外交部也好 住室代表处也好 也去协调了民宿 也去协调长龙 也去协调华航 该做的都有做 那至于说 你对谢长廷的说法 到底满不满意 那是你个人的观感问题 不是处理事情的问题 那我真的要 最后要问的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报纸 为什么会有这种报纸 登这样的新闻 有没有做过查证 他真的幸福是 不表明中国人也可以的啊 表示是有 那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这个是不是事实 我们从关西机场 最后的说明说 这个不是事实 全部都是关西机场 先把人再出来再说 那没有这样 怎么会有这样 会有这样的新闻 然后因为这样的新闻 就下面你们 国人有难 谢长廷还在检讨无敦意 或者是说心胸狭窄 才会说这是阿公的阴谋 那到底这在干嘛 昨天有至少两个政论节目 都说哇 这个中国的领事馆 发挥什么多高的一个效率 那台湾的旅客有多么惨 所以议会 真相是什么 我们从各方面的网络当中 包括我们的记者 在现场所派出相关的新闻 我看到刘承廷 他的脸书里头 你看到这个之后 还在觉得中国使馆 有派人进入关西机场的 拿这两张图去打脸吧 你看到这是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叫做骨魂 好 这个人的一个言论 到现在这个朋友圈里头 这个言论 这个部分 我们放大来看 因为 除了你车子进不去 这个新闻是造假之外 那是说中文的人 这些人把它聚集在一起 根据现在君毅大哥 所说的说法 有可能很担心 他们曾经到那大闹 机场的场景 造成现场更加的混乱 所以把这个说中文的人 把它聚集在一起 那是不是有关系 当地营运的车子 接驳车 先把它送出去到外面 送出去到外面 是不是有中国大使馆的车子 来去接驳 这个方法当然要进一步求证 可是你看到 哇 马上脏话来了 什么什么 我们排了一天的队 怎么没看见 而且据我们等车期间 有人打过使馆电话 根本 哇 什么什么的 没人接 然后呢 这里头你看到 3000游客被困在日本机场 中国公民先被使馆专车接走 因为这个报导之后呢 我们看他继续说 在那里呢 一律平等 美国人 韩国人 日本人 本地人 一律排队 一共是将近20辆的大巴车 我旁边坐的都是韩国人 日本人 美国人 两个方向的车 一个方向是神户 坐百渡船 一方向是回大阪 大家秩序井然 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呢 我实在不能够接受 这个视频里的新闻 他在讲这个新闻 因为他等于是 这个人是亲眼目睹的 好 那我们进一步 再看看刚刚 这个就是我看看 透过了这个刘成廷的脸书 好 这一块 好 这一块里头 那这一块里头 放大又是什么新闻呢 我们继续看 等于说来自于 有中国的公民认为说 跟我们现在 刚刚所说的疑似造有的新闻 他似乎也去认同 我们看到接下来 朋友圈里头所po出的 他说呢 今天滞留在机场 十点的朋友终于回家了 给我们电话才知道真相 使馆真的挺会做秀的 一直联系不上 出问题 好 然后呢 夜里机场把便利店的 库存食物饮料 所有吃的都拿出来给大家分了 也发了被子 使馆接的人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白天的时候 机场大巴也在免费对外转移 朋友说看见国内的新闻 真的好夸张 反正他们航班所有人 没有坐到使馆的车 也没有打通使馆的电话 我们现在打使馆电话 也是很客气的说 自己找航空公司去 别没事给使馆打电话 OK 然后呢 接电话的态度 真的是很客气很好 然后什么都是不知道 不解决 你们自己想办法走 不帮忙协商 自己联系 我们两个手机轮流 帮他打使馆的电话 要么挂我们电话 要么我们自己打航空公司 所以这个是我从 刘成廷的脸书里头 还有这么多 我没有很喜欢谢长廷 但看到谢长廷的文下面 一堆用不开入目的文字 在开骂时 我觉得很可悲 不过那些人 大概也不会管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解释的再多 不看的人 永远都不会看 中国在日本的大使馆 据他们中国人自己说的 只有上午上班 电话从来没有打通过 那这也太夸张了 差一点被TVD的日旅版文章给骗了 他说他们差点也被骗了 这个就是刚刚你说出现这个造假的照片 来玉慧 是 怎么样看这个新闻的一个发展 我想第一句话就是 脑子很好用 千万不要让它放着烂 那其实现在要查证任何的新闻 应该都是非常容易的 我先给各位 这来看一下 这个是关西空港 那他们自己的这个网站 你可以从这个上面呢 你很清楚的看到 不是没有车辆可以进入 而是车辆呢 它必须要符合以下的条件 你才可以进入 包括了警察消防 还有急救的这些车辆 你可以进入 还有呢灾害救助 还有附日活动 附救活动 这些车辆呢 你可以进入 那以及还有一些的物资 发放的这些车辆可以进入 因为现在困在这个 不管说是在中部的关西空港 或者是在新千岁机场的这个部分 其实里面都还有非常非常多各国的旅客 如果假设真的中国大使馆这么厉害 那可以进去接人 那美国大使馆难道不会派人去接吗 美国大使馆难道就不管美国人的死活吗 他们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战事的时候 美国是如何撤侨的 我相信美国也应该都很积极才对 可是为什么只有中国可以去撤 美国不能撤 英国不能撤 其他的国家不能撤 印度不能撤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个其实用常理去判断 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有问题的 你看看这几天 看到日本人 尽管经历了这么大的灾难 他们还可以排队这么冷静去买东西 那我们看到我们是一海之隔 隔了这么远的距离 但我们忙着喷口水 我们比日本人还忙 想想看台湾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党 有必要要把自己做得这么low吗 关系又受到了燕子台风的影响 在北海道又受到了强制的冲击 人家面临到这样的天灾 所经历到的 应该让台湾想一想 如果是发生在台湾 我们怎么办 可是有人因此而大发所谓的政治财吗 有人因此做政治操作 在台湾卷起政治台风吗 那钥匙怎么看 中国知道Mail in China的假新闻 其实原本根本不必要去理会的 可是最遏制的是台湾会有新闻 或者台湾会引述中国假新闻 所以尤其是发灾难政治财 利用灾难的假新闻 来做政治统战的工作 这时代太可配了 居然也有人不断地传递 首先传递的是中国好棒棒 说中国大阪领事馆完胜我们台湾 然后接下来就表达 台湾人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才可以上车 这一种根本不是事实的新闻 国民党党团建筑在这样子的基础上开计者会 这是一个何等 其实这是一个算是一个 其实也是蛮堕落的事情 第一他没有去查证一下 这些新闻的来源 第二个 就算退一万步讲好了 中国人派车到那个转口站的 就说他不能进关系机场 他能够到转运站去接了一些人去走 让他们不要在留在机场附近 能够进到大阪去 那也不过就几百个人的是几千个关系旅客 被没有人 从来没有人去抱怨 自己国家怎么不派车来啊 不是每个人哪个国家的 中国是因为刚才军营所说的 因为有旅客在机场霸击啊 或者是抗议了 他们希望早点 是用在接驳站的 根本不是进关系机场 是关系机场已经出来以后 这么简单的事实 就要扭曲成为中国很强大 台湾要低头 这就是最简单的同战目的啊 我觉得非常的可耻 尤其是国内的人 不管贴在社群网这路上 或者由我们的主流媒体 去转转播 生怕台湾人不知道 远在灾难区 中国人还是比台湾人好 这个心态极其可异 就有点像现在网络上 不但传一个云林的农民的假新闻 是 他边上把这个张力善都去剪掉 但是你讲的这两件事情 在一个频道当中 同时都拿来大篇幅的讨论跟播放 对啊 这两件假新闻都被 这个talk show 节目拿来做讨论 而且讨论的过程中 都没有说是假新闻 是拿来引述说 你看我们现在的农民有多惨 这是假新闻喔 他居然在这里居然说 按照这个农民讲 现在菜价 四块 根本就已经崩跌了 结果事实上 它是因为有前几天大雨的关系 菜价还维持的蛮好的 稍微涨利点 我们让你来看日本北海道 从现在这个圈画面你看到 日本北海道所发生规模6.7的强震 因为在这个后珍亭 堪称是一级重灾区 当地至少有四个地点 发生大规模的土石流 现在还有26人下落不明 当地的政府目前为止 除了派出大量的救难人员 日本的自卫队也派出了 可以说是人数非常多 有多达到4000人进驻到灾区 当然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加快它抢救的速度 您看到这个刚刚我特别引用的 这位刘先生 他的反应里头所特别提到的 非常非常的夸张 非常夸张 网友似乎他们在现场所目睹的画面 可是我说其实有很多的媒体 你看到中国使馆派15辆大巴 我没有特别指涉任何的媒体 但是大家也许在对一些新闻的判断当中 要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查证 否则一路假假假 那对于阅听者来讲 我相信你的公权力 我不太相信说当我们一个媒体 在做一个新闻解读的时候 竟然最基本的ABC 你没有查证 那没有查证以后读者观众 阅听人怎么去相信 你所言 你所报导 你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呢 谢翔廷就特别提到了 他说什么呢 因为又是日本的关系 燕子台风北海道6.6级的地震 都造成巨大灾害 所以驻大阪跟北海道 两个办事处为此忙的晕头转向 尤其是北海道对外交通中断了 加上大停电 六七百位台湾的旅客仍然滞留 身上没钱没水 手机没电各种状况都有 外交部派驻北海道人员只有两个人 那据报导说穷于应付 事实上他今天一直想办法派人去突破 困境去支援 他们两个也是在重灾区啊 你说北斗他没有被震到吗 他也被震到啊 也是焦头烂额 他们可以提供必要的服务 也许更积极 可是如果我们过多的要求 将心比心 你期待这两个人也陷入重灾区 你觉得他们真的还可以做什么呢 关西机场滞留的国人 打电话到大阪办事处遭到冷言冷语 这个事情这一点真的不应该 他自己要检讨 外交部表示要查处 但中国大阪领事馆网站登出 他们派巴士车去机场 在受困的中国旅客 而我们没有 更传言有国人偷偷去搭他们的车 还要表明自己是中国人 消息传出之后呢 网民羞愤 你看谢长廷怎么说 有人趁此宣传感觉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是骄傲的事情 我的网站因此被灌爆了 我现在无暇仔细说明 许多查明的细节 承受大家愤怒的出口也没关系 但是请大家冷静想想 如果9月5号 私人巴士或汽车可以到机场接人 那么机场一定大乱寸步难行 反而不能有效率的疏散 所以日本的做法是什么 只准出不准进 所有人都是坐机场的巴士 或者是高速船离开机场 到全左野站 电车有通 全左野站或者是神户港 依关西机场今天的书面报告 9月5号早上高速船 六点钟八十九点钟开始载 到晚上十一点钟 通通都载完 总共是七千八百人 这个人数几乎是超过滞留人数 应该包括中国旅客九百人 可见大家都是搭乘 机场安排的交通工具 离开机场 谢长廷讲的有多么清楚 所以国民党这一回真的也被骗了吗 尤其在这个秀友中华民国国企的一个网站里头 我们看到是本处什么呢 本处什么 与合法的民宿业者提供 滞留关系地区我国旅客的免费住宿 事实上我们住外单位还是竭尽所能 去发挥能够帮助的 本处为了能够协助滞留关系地区我国的旅客 恰请这个民宿提供 有老年人跟孩子家庭优先使用免费的民宿 使用时间是9月6号到9月10号 每天开放5间双人套房 有需要的旅客可以跟这个民宿进行联络 你有没有看到 这是台北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 来那这一回国民党立委党团 还真的被假新闻一路 那么误导到现在吗 小群好 立法院党团没有讲说被这个假新闻 然后误导怎么样 事实上今天在开的这个记者会 最重要的是针对于讲说我们的国人 在关系机场滞留的时候 那我们外交人员我们住的代表处 你的应用作为是什么 我们国人有多少的团进团出去到那个地方 甚至于自由行的旅客去到那个地方 假设今天中国大陆这个是假新闻 我们不管 那我们的应用作为我们有没有去关心一下 我们的国人到外地去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一个关心 好 较少认这个新闻 中国大陆这一个关心的事件 是真的或许在接驳的有出路 那如果是真的人们当然也比较说 诶 这个时候我们的住的代表处是怎么样 别国是怎么样子我们怎么走 你包括今天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国民这样 包括韩国的他们的国民他们也觉得讲说 他们听到了这个新闻 那他们韩国怎么没有所作为 他们也是在愤怒啊 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家都能够来去做 事后未来发生SOP的一个检验 你像泰国 我们住代表处 他所提供给国人在当地救援的时候 除了行动电话 泰国境内 直播电话 电子邮件 比起大阪 办事处等其他的住外观 还多了广为人知的LINE 的一个台湾119 能够 让他们能够来做 跟这个外交处来做接触 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 你今天你在发生的时候 好 你还在讲说 啊 国内的这一个 我们在野党的我们吴主席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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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然会让人比较嘛 这个时候 会修卡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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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一个主力代表处 你还做这种事情 你怎么都没关系 而且打电话去你还讲说 你要住一住 你自己想办法了 你要发挥更积极的态度 这是无庸置疑的 你做得不好 在这种状况底下 将心比心 这两名人员的确非常少 但是过多的苛责 大家也许想一想 这个拿捏了分寸里头 他们会不会承受 也更多的压力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有更多的检讨空间 总是希望大家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毕竟这个天灾 这个状况实在是难以去预料 可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结果 北农事件一路看下来 是有人刻意要造假 那造假一路锁定无因灵 这里头真的是像刚刚 这个世伟大哥所讲的 科文哲很简单 就是一切都是选举政治的一个考量 科文哲现在面临的处境是什么呢 画面当中你所看到 是今天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当中 华山分尸案 死者家属指控 台北市政府对于这个事情 宣称无疏失 但真相到现在没有水落石出 科文哲欠家属一个道歉 一个真相大白 那这个爸爸选择在命案的百日之前呢 到台北地检署控告科文哲 台北市都更处处长呢 方定安涉嫌涂利 他希望能唤起政府对治安的重视 找回公平正义找回安全 来听听看家属的说法 跟科文哲今天的最新回应 因为华山的分尸案当中 科文哲曾经说恐怖情人 爸爸怎么说 因为这个射箭教练 陈伯勋 他是在华山的大草原 性侵的杀害这个高姓女子 分尸弃尸山区之后呢 现在整个案子还在审理 你也知道这个学生到这个地方 这是台北市政府所属的 那所成立的相关的单位 他是怎么样 他是招生哦 授课哦 人家的学生是有缴钱的哦 结果遇到这样的结果 科文哲的反应说 遇到了恐怖情人 来听听看今天的最新回应 政府要提供给我们公共安全的空间 这是绝对需要的 全台湾没有一个地方 像之前的华山草原 那样子的乱七八糟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全台湾有一个地方 像华山草原 可以这样违章见识 帐篷一大堆吗 绝对不可能是 这是市政府 长期怠惰 放纵的结果 那华山分尸案的受害者家属 要告你毒职 毒职哦 提告还是人民的权利嘛 没有任何要回应的吗 不过有些地方他是误会 那个恐怖情人那件事情 那是记者在问我 如果防范恐怖情人嘛 我再跟他说 恐怖情人不是 是有时候还是会出现 不过他有时候那个 起来到背了 他那个交流有点互费 除了那一点以外 那如果政府该负责任 还是要负责任嘛 不只这一项官司 还有蝴蝶兰文创负责任 吴祥辉 他昨天也再度控告了 柯文哲 因为这是在三天前 自由时报呢 在三版当中全版的广告 指称作家 他也是人权调查记者 Eason Gottman 所著的Slaughter 这个屠杀这本书当中 提到了台北市长 柯文哲曾经带着病人 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 还有呢 他也知道器官 来自于法轮功的内容 反而被柯文哲质疑 这场选举的背后 吴祥辉背后 是有类似民进党的人员 进行操盘 吴祥辉认为这一切都转移焦点 所以他除了控告柯文哲 妨碍名誉 求偿一千万元之外 昨天再度前往地检署 控告柯文哲涉及违反 残害人群治罪条例 吴祥辉认为 柯文哲是担任 培训器官移植医师的角色 教那些医师们 叶克摩妈 其实教的是 专门活摘法轮功 血缘器官的医师们 如何进行心肺移植 所以他认为 柯文哲此举 涉及根本就是妨碍 人群治罪条例 所以他昨天 又再次跑一趟台北地检署了 来 于秀 怎么样来看 这两件官司 尤其是华山分析这个案件 那个华山大桃园这个案子 那基本上是非常 让人家沉痛 这是一个重大的案件 那市长下午在 医会的总咨询上也致歉 就是针对发生这个事情 全管机关 虽然不是我们的土地 我们拿来用 在我们的手头 这实在是 这个是 这个台北市政府 这个实在是要向家所 还有包括市长 就是深深的致歉 就是说 相关的关系当然 这个 爸爸的部分也提高 那这个 我们是觉得说 像市长讲 再多的数据都没有办法 这个 这个 家族那个痛 这没法比拟 所以我们还觉得很 沉痛这个事情 那市长也致歉 那第二件事情 有关这个 吴祥辉大哥 他的这个 所谓活摘器官 那我也再度强调 柯文哲 如果有带着病患去中国 器官移植 活摘跟法轮功 他知道 那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就不用我谈吧 这是 如果有的话 你会怎么样 不 那不是我会怎么样 那如果有这条事情 那 10个 柯文哲 10个 10个 柯文哲 像天上的星星吗 我看那刀也没有了 所以我要讲 也没有了 就是这个极其严重的指控 不是 他说的 我的价值观跟你不一样 所以我们价值观不一样 就像也有来宾讲说 奇怪我们对文字的理解能力 好像大家都长得不太一样 柯司长 我简单为你一句 你是否曾经 带着病人 到中国 去进行器官移植 有没有 没有 我跟你讲 这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我当时是台湾 在意识听上面 你就好好讲 你就回答你的就好 我再让你说一次嘛 你是否曾经 带病人 到中国 进行器官移植 没有 没有 因为我们 这个你们 你们对 其实我跟你讲 这种事情 对医界的人就很清楚 我是外科交易病房主任 我没有在看门诊 所以我是在负责那个 事后照顾 所以我既然没有在看门诊 我就 我就不会有那个 是处理医生的病 我都是在 我都是在处理其他人医生手术 或出病发症 所以我自己是没有医生的病 所以我认识 做他的财产来源 应该要交代 他就把阿关告进去 这么更严厉 我觉得是一百倍的指控 为什么不去告 你不去告吴小慧 陳医师站在 他是柯市长的太太 那是陈医师 这个时代 他有那个 人太太 他在家里面交代 这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 他觉得他这样 骨灯在来面交代 让人这样说 所以选择提告 那 跟柯市长觉得这个事情 他已经讲过很多次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 在四年前 就已经 讲过一次了嘛 所以四年后 四年后 不能再讲 可以再讲啊 我们如果不善这 无声音不能说 那他的广告 那也拍算 我只是觉得很奇怪 2014版本 杨老师第一时间 告诉我们说 柯文哲 跟他们私下开会 是不想多说 然后连在辩论会当中 这个Eason的律师函的东西 是策略性的 秀一下马上拿下来 是完全策略性的 秀多久法律 那2018的版本 总会刚好全部都是柯家军 从陈建明 林国成 陈振中 全部都是柯家军 在市议会去问 所以我们就想说 好巧哦 这是被认为是躲在 所谓的柯家军的金钟罩 去做发言吗 因为我觉得好怪好怪 因为按照他的逻辑 应该要告到底 来 这个议会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 因为柯文哲市长 他在这个2014选举的时候 但是政治其实不难 就是回归良心而已 那我觉得这个案子 因为外界现在 其实还障碍金刚 摸不着头脑 老实讲我是觉得 吴祥辉先生 他应该要提出更多的证据 那至于如果柯文哲市长 对于吴祥辉先生 所提出来的任何指控 如果有所不满的话 我觉得应该要提告 所以这个整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从一个局外人来看 就是应该要互相提告 因为高姓女子的爸爸 今天到地检署是控告 有柯文哲涉及图利的部分 其实能不能成立 这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他认定野青众乱盖 违章建筑 还这个开补习班招生 是市政府带动放纵的一个结果 而且他特别提到什么 他说呢 在地方的里长 已经多次反应 提出警告 但市政府呢 都放任不管 什么有行文八次 劝导纠正 一般需要到八次吗 八次表示放任不管 只是形式上行文 不需要实际作为吗 他说台北市政府 事实上有很多权力都不行实 他希望在这个事情当中 市政府的官员能够负起法律责任 能够积极作为 才不会有人在受害了 那我请教姚老师 我觉得这个爸爸 其实反映出一个公权力的行使 应该要有很基本的问题 反映八次 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 姚老师怎么看 对了 我想刚才余修发言人都已经说了 我觉得市政府应该有一个 对这个受害人家属的一个歉意 而不是像刚才柯文哲在受反的时候 好像没有表达这个歉意 下午在议会的时候已经表达歉意 所以这个是属于市政府的行政态度 该管理要管理 该要派巡逻 该有违法的事情应该禁止 等等等等都是市政府该做的 你今天到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政府所许可的单位 它后面都有政府的背书 这是安全的 如果今天政府所督导的单位 应该监督的单位 却达不到安全的标准 当事人当然会觉得这是行政态度 应该寻求救济的 我觉得这一点市政府的确 应该背负一定的责任 是 俊英大哥 我想我们看了六个月的柯文哲的新闻 我们最近一个礼拜终于看到有一些 跟台北市政有关的 包括大巨蛋 包括第一果菜市场 包括这个华山广场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看它的处理好像都不是 如大家预期说 我这个东西要怎么处理完成 那果菜市场就是跟威宁杠 然后华山市场他就这样 下午到现在至少是一个开始 这个另外大巨蛋的部分 到现在还是没有跟大家说明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不在安全范围的商场跟卖场的部分 会忽然之间都完工了呢 这个部分还是必须要跟全国大家说清楚 否则不知道 大家当初坚持的所谓公开透明 人民参与的柯文哲到底到两句了 另外这边掌握的资料是什么大巨蛋 我觉得以大巨蛋来讲 那我刚刚有请教过几位议员 然后议员说 的确这个14项当中没有看到说 不能够做的他们去做了 但是我作为一个市民来讲 我觉得大巨蛋对我来讲 我以后可能会在那边听演唱会 我以后可能会在那边看棒球 我最关心的是那个熔流量 到底怎么处理 那那个楼梯 不见的那个楼梯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但是在过去 停工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如果这边都没有处理的话 我想请问北市府 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 那以现在我看到了说 每一天如果有180个工人 在大巨蛋去做这个外墙的一个整修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的处理 那当然他有他的目的是希望说大巨蛋 这个建设 这个主体不要浮起来 那不会产生最后的这个结构上面的危机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科市府台北市政府 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这颗蛋你当时决定要让它留下来 留下来要解决最重要的问题 包括熔流问题 包括安全问题 为什么到目前都还没有任何的一个回答 很关键 我9月20就要督神 所以我还是要讲 就是玉侯姐讲完全同意 安全 安全是没有办法隆的 没有办法放水的 那下个礼拜针对北农的部分 礼拜一就有双手掌会议 礼拜二我们议会的裁建委员会 不只邀吴英宁 也邀陈景峻副市长 这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 吴英宁双手掌会议以前就参加过 你们为什么要去行诉说 好像下礼拜一我就要叫他来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以前参加过啊 不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要邀请嘛 他来过两遍了我们知道 就说我们现在要邀请过 还有就是属于上村两行 就是七公囚八公囚那个部分 跟中纪市长的冷冻库 到底够不够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两个部分 开成布公座下来谈 那我们也对议会负责嘛 礼拜二我相信这个 陈副市长或者是吴英宁总经理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到 财经委员会来做报告 吴英宁的说法是 你们只要邀请 他没有不到的进入 然后你们又营造一部 好像他都没有来 为什么 为什么柯文哲副市长 还有谈罚局局长 市场处处长 现在摊开的资料显示 你们一路在说谎 为什么 为什么是冤枉吴英宁呢 吴英宁到底犯了什么错呢 真的吗 锁定他蓝绿对决 你柯文哲就有票吗 这些摊在阳光下的勾文 市民真的看不透吗 锁定新台湾家 有非常谢谢各位再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